期待已久的德云社小剧场终于重新开业了 但还没高兴多久 粉丝们纷纷发现德云社小剧场的演员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一场节目下来原本应该是六个节目十二个演员 如今却变成了德云三宝专场 六个节目三对演员 其余有不少的演员都变成了小洋人 今天德云社六队在这演出 六个节目 一开始是十二人 实际十七周期就六个人 今天我们搬家 德云社的这种演出有形式有名的 叫德云三宝 这年里 得为今天派了五出人来 这都是我们六个期中的任意 下午就好了 下午来的演员就多一些了 这个我们都成员了 不得不说不愧是德云社演员 同样是讲述洋了之后的感受 但一个比一个逗乐 一个比一个乐观 就像是岳云鹏明明发视频表示自己羊了 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但是当他描述自己的症状时 不少网友表示 岳云鹏的症状 对身边的人可不怎么友好 不过也有朋友表示 岳哥这是吃的太多了 估计得了那个干饭猪 消化不良导致的 我还有一个症状 我以前跟娘娘聊一聊 就是我看网友很少人说的 这放屁 真的 我的妈呀 平均一分钟就形成一个皮 它形成的特别快 我觉得这个病毒攻击了我这个肠胃 特别快 你听我说话的声音 我跟各位说 我的嗅觉还特别灵灵 我没有丧失嗅觉 我的味觉也没丧失 我嗓子也没那么疼 怎么就哎呀 这有多大零气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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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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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看到岳云鹏发文 能够熬夜看酒 大家也能感受到 小月月也在慢慢的康复 自从小月月分享自己 养了以后的感受后 德云社其他师兄弟也纷纷开始分享 近日 王九龙发文表示已经阴了 大家也要注意防护 保重身体 期待我们过一阵的见面了 毕竟王九龙张九龄的上海专场 已经快开始了 除了这两人外 德云社刘春山也发文表示 鼻子眼改水连动了 排毒呢吧 看到刘春山把刘鼻涕说的这么逗乐 有网友调侃道 都怪你养了个羊 玩得太溜 那你鼻子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爱闹腾的孙悟空呢 除了刘春山之外 下一位养了以后的表现就更是逗乐了 刘萧田发文表示 养了之后 醒着就难受 睡着了就做梦 梦中也是五花八门 有时候梦到台上找不到鞋子 有时候站在舞台上说不出话 还能梦到跟海底捞里跟服务员PK撑面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德云社演员对相声舞台的喜爱真是埋在骨子里 就是不知道在海底捞跟服务员PK撑面是什么鬼 当然除了这些演员外 还有上九夕孟贺堂等人 也让大家担心不已 自从发文扬了之后就再没发过文 当然从时间上算 估计两人已经康复了 上九夕在前几日还发视频宣传自己的新剧 而且马肖盛官九海等人已经从阳转阴 重新登台演出了 也希望其他的演员们早日转阴 回归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